嗨 嗨 嗨 小哥你好 嗨 嗨 小哥你好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嗨 有一年的時間 是是是 一年 這張新片又跟觀眾要接觸了 是是是 剛剛聽了就很好聽 好輕鬆喔 謝謝 你每次都是在出專輯期間 才看你出來走動 我是想說一點真的 在我心中都覺得蠻神秘的 真的嗎 但是一聽呢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 小哥你很神秘 也很神秘 對 小的時候 小的時候跟您是鄰居嘛 對不對 你還記得這個事情 當然記得 金城大廈七樓 咖啡 真的 我那個時候剃個光頭對不對 然後常常看到你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還是小朋友 然後第一次見到我心目中的巨星 金鐘歌王飛玉青 然後呢他帶我到樓下的咖啡廳去 打小蜜蜂 那時候正流行 對 蜜蜂飛出來就打 對啊 那時候 我永遠都沒辦法忘記 對 後來我還記得 那時候我說這位年輕人 你說你老是提一個折疊的腳踏車 對 我是校隊 將來想當國手 運動就很棒 那個時候很喜歡騎腳踏車 嗯 我們這身長不露 沒想到日後 有一天在攝影棚碰到他 在握手 這位新人 他說我就是以前的鄰居提個腳踏車 什麼 對不起 我們做鄰居這麼久 對 像很多鄰居都聽到說 隔壁是誰啊 常常在練聲音 常常在哀嚎 我們就是做 做歌星的鄰居常會聽到 可是你那麼會唱歌 我們從來沒聽到你們隔壁有什麼音響的聲音 或是有一個人在那邊唱歌練唱 那個房子說實在蓋得好 那個房子隔音不錯 真的啊 其實你也有練唱 那個時候小哥 你們全家不是住在一起嗎 那你是帶我去打電動 對不對 那飛哥帶我去幹嘛呢 飛哥在天王西餐廳 他帶我去洗頭 我在他旁邊看他洗頭 洗完頭那晚上就陪他去作秀 我在後台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作秀 然後飛哥在主持餐廳秀 很新鮮 那天還發生了一點趣事 發生了一點慘劇 還去了事啊 去事啊 事後回想起來很有趣 就是有一個艷星在台上 跳著跳著跳著然後就跌倒了 爬樓梯的時候跌倒了 結果那個腿受傷了 飛哥看到了 他就把他腿抬起來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講話還蠻慢的 沒有沒有 飛哥二話不說馬上把他抱起來送醫院 我當場就看到這個飛哥這個 英雄救美的狀態 正面這樣抱還是要側面 好像都有 都有 謝謝 最怕的一種抱 是從後面抱 我這樣會懷孕嗎 我這樣會懷孕嗎 哪裡想要唱什麼 記性還真好 你好 講到這些點點滴滴 時光還真快 對對對 剛剛看你唱歌 又是鏡頭上 唉唷 講不出來耶 大概你這個 因為家屬住在美國 常常走動 穿著 髮型等等 很時髦耶 鏡頭很棒 很時髦的一個女性 從我認識小哥 小哥到現在還是西裝鼻挺 髮型也沒有變 也是沒變的 對對對 永遠看起來都是二十歲的 真會說話 不過老是停留在那個階段 老是沒怎麼變 其實是不好的 像你們這樣多變好棒 剛出道了你還是純情的在那邊寫歌 唱一些 Slow So就Slow So 是倫巴就倫巴 是華爾滋就華爾滋 對 這裡面的變化 這個 說說看 像你最近的音樂 我們都感覺很新 跟你在 跟家人住在美國的時候 會西洋音樂的這個熏陶感染 其實西洋音樂是從小接觸的 媽媽從還沒有結婚以前 她就是在外商公司上班 她的上司就是外國人 所以從小其實是媽媽聽的西洋音樂 就是她帶一些流行的唱片 對對對 其實在踏入閩南語歌壇之前 其實都是一直在台中的POP唱西洋歌曲 那是Live自己每天鍛煉 對對對 反而是我一開始出來唱 傷心酒店以後 很多很多以前聽我唱歌的朋友 都嚇了一跳 我怎麼可能唱台語歌 在那個時候 台語歌是另外一個路數 好像跟流行是兩回事 對對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其實在那個階段 唱很多日本調調的閩南語歌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希望 我能夠寫屬於比較西洋音樂的閩南語歌 總算這一次實現了 不過當時那個時候的作品 宏極一時 謝謝 所以說在當時來講 你還是抓對了味道 只是而後來講 現在你又開始 隨著這個潮流腳步 你才開始又開始 從你喜歡的方面再來著手 希望大家能喜歡 說了說了 我們今天請到你這樣一個歌唱節目 很多作品 都是你怎麼講 讓我們印象中太深刻 今天你本人都要 一一再跟我們回味一下 好啊 像這首叫 接了下來就是傷心酒店 傷心酒店 這個歌也是 讓這個江慧 怎麼講 它已經很紅了 一下子這個歌 再來輔助一下 它是最紅的的時候 對 也是因為這首歌二姐 教我很多很多 那個時候我還不太會講台語 它其實教我很多 是 這個很多的這個 怎麼講 出名的明星 在跟你合作下 一定有很多的那種感想 跟心得 流行的那個架構就是很棒的 好久沒有唱 那個時候當時在唱 是跟江慧的合唱 是啊 第一次跟二姐上節目的時候 有一次錄影很好笑 然後呢 那個時候還是新人 然後那個導播安排的 我站在後面 陽台上 然後江慧姐站在前面 等到我唱的時候才跳鏡頭 我不跟他站在一起這樣 然後結果 立場 對對對 分量輕 對對對 剛剛開始 然後導播說 五四三二開始 唱唱唱唱唱 唱了 下面還有很多觀眾 是錄影的節目 現場有人 對 結果二姐忘痴 欸等一下 等一下 到後面來 欸怎麼唱 二姐很容易緊張 二姐很容易緊張 是是是 這個算是很成功的一個合唱歌曲 那麼後來也有 還有有些歌手 像你就邀歌了 我知道像這個 陳雅蘭也唱過你的作品 有 張秀卿也唱過 張秀卿也有 王士賢也有 林美美也有這樣 都有啊 自己這個 賣歌有的時候會不會選人呢 沒有沒有沒有 不選人 這個人能不能唱出你要的味道 沒有沒有我其實跟很多前輩 也是寫歌的前輩 跟很多老師們就請教過這個問題 其實他們是告訴我說 幫歌手寫歌 基本上要站在對方的立場 替他寫他要說的話 替他表現他能夠表現的東西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是思考他的音樂方向 基本上是這個藝人他本身 他能夠表演的 他喜歡的 那歌詞呢 必須要是符合他的想要說的話 然後他的個性 還有這樣子一個角度 對所以有的時候會幫女孩子寫歌 自己要變成女生 這樣 一個角度 這個什麼 沒有 可見這個還是要一種設計 是 跟一種這個社會現在所走 怎麼講 會那種情感的方向 那麼像以前我們知道 以前流行過 母路的時候 會紅就是因為 以前台灣的社會 總是有一些那種 比較健康的時候 家裡都是大姐出來 或是為家裡來犧牲 為家裡來犧牲 所以很久有那種感覺 那就是他時代背景打到 像《驚純郎》這種都有一些 他就是他的那個 像你的歌正好是寫 時下 台語滑起 愛聽這些滑落的 就是 年輕都會男女的感情 被你抓到這個味道太正確了 因為我想其實 這個悲情的年代 其實已經過去很久了 是 我相信也希望能夠讓 電視機前面的這個 青少年朋友 是 能夠多聽一些閩南語歌 如果說再做 像以前那樣子的 可能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可能又不行了 對 所以必須要寫得比較直接 要比較坦白 像你 風格要比較新一點 所以我們聽到你的作品 就有什麼一代公主 兵朗西斯等等 對 像你的歌正好是寫 時下 台語滑起 愛聽這些滑落的 這種 年輕都會男女的感情 被你抓到這個味道太正確了 因為我想 我想其實 這個悲情的年代 其實已經過去很久了 是 我相信也希望能夠讓 電視機前面的這個 青少年朋友 能夠多聽一些閩南語歌 如果說再做 像以前那樣子的 可能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可能又不行了 所以必須要寫得比較直接 要比較坦白 像你 對 風格要比較新一點 所以我們就聽到你的作品 就有什麼一代公主 兵朗西斯等等 對 那個其實是介紹 混廟 記錄台灣 那兩張專輯是比較不一樣的專輯 它並不能代表我個人 是我們寫歌是 就是 等於是紀錄台灣有一些這樣子的事件 有些這樣子的人 就是有共鳴 就是在那個時候 聽聽你唱出他們那種神髓 我們也生活在裡面 也看到這種現象 或是我們也去買過檳榔 那種感覺 那這個 但是那個裡面 可能音樂也是你的一種突破 你會選擇那種 用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音樂型態 放在明南語歌曲裡面 其實 一直有一些歌手不斷的在做 那只是 一直在主流市場裡面的歌手 很多人一直 可能就是因為 它成名就是因為某一種風格的音樂 成名 那之後呢 可能唱片公司的關係 一直不敢讓它改變太多 這樣子 那我可能是比較 不喜歡 一直都一個樣子 我比較想要變一點 多樣的表情 那麼自己製作也參與嗎 是 那麼有沒有哪一些歌手你覺得 會想去製作他一張的人 會想啊 嗯 實際上來講 不分公司行好 你覺得哪一個歌手 我目前來講 我幾乎是沒有想 就是目前的 現在已經出名的 或者是已經發過片的歌手 像譬如說我們看張惠妹覺得 他每一張歌 我們在接受聽他的歌 可能你看他又有一種角度 覺得說 我還有更好的歌 更適合他 其實我有在想過這個問題 那也曾經有過一些公司 他會跟我邀一些歌 那那個時候 他們也是講說 某某某要什麼歌 某某要什麼歌 你看你覺得想怎麼做著 對 可是問題是 我的想法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通常唱片公司會邀 譬如說我今天跟你邀鄭秀溫 或者是許志安 或者是誰 那他們的歌錄的型態 其實已經固定在那個地方了 那他們公司的企劃 或者是製作人 可能會直接的告訴你說 我要什麼樣的音樂 然後我的歌詞 要什麼樣子的內容 那他已經設一個限制給我了 變成就是 我們必須要照他的限制來做 如果說今天是 我可以去改變一個人 我可以把 假設把許志安或者鄭秀溫 完全變一個人 變一個音樂風格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意思 對 可能這樣的一個公司 如果碰到這樣的理念 也要真的完全不要參與 放手一步 讓你完全就不同了 讓你裝潢改造這個人 不過像我們這種中古的 就比較難裝潢 不會 不會 其實小哥的聲音一直很好 可是大家覺得熟悉度太夠了 沒有期待 會不會重要 我覺得是音樂的問題 我覺得是音樂的問題 沒有 最主要是 最主要小哥自己本身 能不能夠接受 不一樣的嘗試 這樣子我可能也很難 對 你看 你從 從我小時候 看到你就是這一身西裝 到現在你連西裝也沒有換 身材也沒有變 我記得今日農村也訪問我 一大清早我也穿了西裝 坐到野外也很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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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大概是個性是這樣 就一直都是 習慣這樣子參作 他還帶我去逛 比較低調的 一個穿西裝的 這是米國賤 就飛過那麼大隻 哇 實在跟畫面接不起來 這個人不能夠長 真的有一天我要被你設計 我全部打散了 沒有關係 真的嗎 好 不過好像可能沒有唱片公司有興趣 小哥好 小哥好 這個偶像的條件 剛剛聽電首歌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很久沒有唱現場的節目 現場好棒啊 跟唱片 還是有點緊張 對 而且鏡頭呢 今天穿這個辣椒紅的 現在格外的這個皮膚白皙啊 會感覺到年輕真好 是不是 很年輕啦 還年輕 對 說到妳的 我覺得今天能請到妳 在我印象中妳還是 雖然也出道了兩年的時間 對 但我跟觀眾可能相同的看法 覺得 因為妳都是著重點出現 對 那麼也有年把的時間 又沒看到妳 可能因為沒有作品的關係 對 那麼這個空間將來揮灑的地方還很多 可是妳已經印象給人家注入了 就是那首歌 認真的女人最美麗 對 其實呢 這首歌 一直在 怎麼講 一直在鼓勵我要做一個很乖的女孩子 所以出去呢 都要脫長裙在那邊逛街 也滿辛苦 謝謝 對 那這年把的時間 都是到哪兒去充電還是 其實呢 很多觀眾朋友 還有我的粉絲 就是說 怎麼那麼久沒有出片 那其實我兩張專輯出的比較相近 時間比較相近 所以在2000年我幾乎都沒有作品 那但是我到了很多的地方 到了印象最深的就是紐約 還有紐西蘭 那去了這兩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還去我們內地那邊走了大概 十一個省份 那有中國大陸 對 這個妳的歌聲這麼好 妳留下印象的深刻 這個繞過來 我也去那邊走動了一下 台灣高會軍 知道知道 那是電視上的女台唱得很好 其實剛開始大家都不太清楚我是誰 然後就過去說我是阿里山姑娘 他們就 一下就記起來 那就是那個 阿里山的小慧嘛 對 很可愛她們 妳一去活動一下馬上就動起來 可靜然妳帶給她們那種感覺 跟妳的歌路啊 大家都非常能夠接受 我希望我能夠帶給她們 比較真實的那種歌唱的感覺 或許不是那麼的完美 但是我覺得我喜歡那種 生命力的灰傻吧 灰傻 但是有些觀眾剛剛講 妳出現率有時候是著重點 所以還是可能要聽妳再簡介一下 說說看這個一路上被發掘 OK 在跟音樂摸索 跟觸碰的時候有多少年的時間呢 OK 其實從小呢 從小我就是學古典音樂的 哈亞那更深喔 一天到晚被鋼琴老師那邊拿鞭子 一直打一直打 那是打的打的 其實這個基礎今天跟這個音樂結合 一定用得上 今天看老師還是會有點緊張 對 然後到了國 國中的時候 就開始聽西洋的那種 Heavy Metal 那種重金屬乾乾乾乾乾乾的 這個也很重要 對 非常重要 感覺跟時代接起來 偶爾就 英文也比較 英文歌曲也好 英文也好 都是要有點底子 那個時候是因為 重金屬這種音樂 我才把自己的英文學好 還有因為歷史課本那個 西洋歷史上面的那個照片都很帥 所以西洋歷史也唸得特別好一點 那正式的演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正式演唱是從20歲的時候 其實那一天我並不是真的要去POP唱歌 那一天是跑去玩 因為我沒有去過POP裡面玩 想說20歲了 20歲應該長大了可以去玩 然後跟朋友一起進去 我有看到台上有一個人很面熟 長得跟我非常像 額頭也很高 然後很面熟 他就突然很緊張 好像是歌手沒有到還是怎麼樣 就怎麼辦 好像是我家的孩子怎麼樣 就是妳來一下 結果那是我叔叔 他把我拉上來 什麼歌會不會唱 Love Me Tender 上去一下 對 先上去電檔 一秀 一秀呢 開始老闆有點 那是哪一個小女生啊 就是這個 來談談好不好 在我們這兒常常來聽到他的歌聲 對啊 就這樣開始了 對 開始了 那麼這個 到出唱片這個過程呢 又有什麼一些這個 這是一個很 對我來講是很奇特 也很幸運的過程 那因為在POP裡面我待了四年 那四年都是唱那種很重很重的搖滾的音樂 所以在 有一次在POP裡面在唱歌的時候呢 那天剛好要發薪水 其實那天心情也不太好 然後 我的經紀人叫牛大肯 牛老師 突然就 他那天可能是去跟朋友去喝酒 一看又一聽 怪怪 對 他連續跟我三個場子 其實我很害怕 我想說 那位 為什麼那位老... 老... 老...老師 那位老師 是老婆對不對 不能這樣講 然後我就會被打 老師呢 為什麼一直跟著我 那我會怕一怕 那到最後他說 你要不要出唱片 但是他一開始就幫我把這個 所謂唱片市場的一些 可能會經歷的起起伏伏 都先跟我講過 所以叫我心裡要有準備 然後 怎麼去做一個最好的調適 不要你得到一點東西 你就很高興 然後 然後失去的東西就很難過 真棒 這個還很細膩 先來一個這個 職前教育 我看你唱歌圖字 每一句 每一個音符 你都做得很徹底 很徹底 但是那也是訓練的結果 因為以前在pop裡面 有很多的壞習慣 很多事情都好像 把它... 混沌這樣 把它帶過 怕唱得比較油一點 對 然後大可老師呢 就是很要求我 一定要先從所謂的節拍 節奏旋律先弄好之後 先中規中矩的 對 一開始我都錄到哭了 我覺得我自己不會唱歌 好像是刁難嘛 但是... 對 我覺得老師 老師可能覺得我真的唱不好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不會唱歌 是... 可能觀眾也就是搞不懂 你說唱片怎麼那麼好聽 其實就是一句一句來的 對 一點不行的 一首歌常常都花個十個八個鐘頭 甚至半個月都有 對 妳在認真女人紀錄上多少時間 紀錄上其實我整整錄了三個月 三個 這樣有很多嗎 三個月 我好老實說 這樣瓜哥 下一段 三個月 對 然後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竹竹唱了十一天 一首歌 怎麼找的找 覺得不對 一直來 一直哭嘛 哭到最後鼻音也起來 因為我有天仙的那個 覺得 對 先天的 天仙 先天 先天 先天的那個鼻子的過敏 所以一哭就沒有辦法 對 所以我一要哭 老師他們就趕快跑起來躲起來 待會兒音質就變了 對 所以妳這個表達的拍子跟後面的好準 真的嗎 很穩健的 因為其實現在很少那種 現場錄影的那個音樂節目 所以其實上那個節目很緊張 然後其實在家裡呢 拿節拍器自己對過一次 怎麼講 這是怎麼講 唱得已經是怎麼講 專業的啦 非常好啊 但以後要常常來 而且還有一些配合的那種動作 這有沒有常常這個儀態各方面 有沒有這還要訓練嗎 其實沒有 因為他們希望我自然一點 但是他們有要求我就是唱歌的時候 那個眼睛要稍微收一點 收一點點 對 因為我唱歌都會那個 大家好 那個眼睛就會太大 這樣子啊 對 然後經紀人覺得那樣可能 會有點不太漂亮 這樣 這什麼 我知道有很多歌手唱歌啊 他喜歡閉的眼睛 那你常常被揪著又張開了 你喜歡張開來對的 對 所以現在有的時候眼睛就閉起來 怕人家一張開肯定又太大了 說到這個合唱的人我發現 看了一下你的簡介也跟不少人了 對 什麼陳曉東 張學友 對 學友哥 迪克牛仔的那個 老爹 還有學歷 醫學歷 唉唷 不錯啦 跟這些人合唱說說看 他們的這個感覺如何 其實我覺得壓力最大 但是合作最順手的其實就是學友大哥 因為壓力真的很大 我每一次看到他 雖然合作的經驗已經很多了 但是我每次跟他在同一個場合 我覺得不由自主那個腳會發抖 所以我都要穿很寬的那種喇叭褲 來檢視那個震動的頻率 然後跟東東合作是比較輕鬆 然後比較像兄妹這樣子 年輕人嘛 年齡也差不多 對 然後他表達一首歌的方式 可能跟學友哥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會有新的那種火花 對 唱的時候會 因為我喜歡對人家的那個音頻 去抓一首歌來做合唱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滿好玩的 那什麼迪克牛仔呢 跟老爹就好玩 因為老爹之前我們在POP裡面 就知道他是前輩 所以我們也都叫他老爹 那沒想到這次合作是要唱情歌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們不能一起進錄音室 因為會笑唱 因為這是一首非常溫柔的歌曲 那他印象中的小慧呢 高慧君呢 是一個穿牛仔褲 永遠穿一個T恤 然後很男孩子氣的一個女孩 我突然要在那邊跟他唱那種 那種情歌他實在受不了 還調整不回來 對 然後我們拍MTV也是一樣 就有一點就是 整個場景是不太能夠控制 一直笑一直笑 那另外那位呢 雪莉 雪莉 伊雪莉是我在圈內 最好最好的朋友 那跟他唱歌我們兩個 他有我沒有的那種清高的聲音 那我有他沒有的 比較低沉沙啞的聲音 所以我們兩個合唱 有不一樣的那個感覺 然後也為我們兩個人的友誼 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留念 好棒喔 對 你看這個問題四五個人下來 你形容的詞還沒有重複的 你口條很好耶 口條很好耶 順著 順著感覺嗎 就是